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据当时的资料记载 苏玛拉姑在年幼的时候就是孝庄的侍从 并一直陪伴在孝庄身边 即便是孝庄已经离世 但苏玛拉姑却依旧日日在佛前为主人祈福 并为康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苏玛拉姑一生都没有出家 可以说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固建给大清 所以在她过世后 康熙才将其葬在皇室里面附近 晚清时期 以孙念英为首盗墓贼 对大清皇陵进行惨无人道的道绝 她的墓葬也没能幸免 为了挽救大清皇陵 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才正式发掘苏玛拉姑的墓葬 因为当年的乱挖 苏玛拉姑的墓葬顶已经显露无遗 在专家前去探查后 发现在宝顶的一侧有道洞 毕竟根据史料的记载 康熙对苏玛拉姑的陵墓非常重视 所以专家猜测随葬品不少 抱着侥幸心理 专家继续查探 希望地宫没有被盗 在专家顺制盗洞进入墓室后 眼前的一切却让专家大吃一惊 那巨大的堡顶下隐藏的墓室竟然狭窄到专家都直不起腰 而且在墓室中并没有什么装饰 就连棺墓都没有 只是在地宫中心有一个骨灰坛 即便是有道墓贼来过 但也不至于这样简陋 可见历史记载留甲 于是专家退出后下令填埋 之后苏玛拉姑的墓地就成为孙明的装甲地 巨大的堡顶也在域名杆中不见踪迹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